党政焦点来关心 国民党立愿党团总照 由赖斯堡跟傅昆琦来角逐 傅昆琦26号上午到广播节目接受专访 他澄清早就想选立法院长 但后来韩国瑜进入不分区名单 在选前就协调 由韩国瑜角逐院长他全力支持 另外他也算民进党是聊斋 民众党是八国联军 八个人可以讲出16种意见 傅昆琦持续展现攻击力要争取支持 另外在书记长的选举已经协调成功 由洪孟凯担任书记长 林思敏任首席副书记长 民进党是聊斋啊 民众党真的是八国联军 哇 他们这个八个人可以讲16种意见 柯P要hold都很难hold得住 大酸绿白阵营傅昆琦要竞选国民党立愿党团总招 上广播节目谈理念孩子报 大选前就设定要选的其实是立法院长 我从头到尾就是要选院长 八月份这个国瑜 我们有商量 他原则上他不接不分区 很鼓励我去选院长 朱主席去拜托这个国瑜 来接不分区第一名 把整个党的气势拉起来 我说郭宁你来当院长 好 我全力支持 所以我们之间彼此的沟通一直都是很顺畅 不过要和他竞争的七联霸立委赖世保 不断暗示党中央不要出手 还算傅昆琦没在立愿战斗 我们党中央 从过去到现在 如果有介入什么的话 那早就满成风雨了 我要特别强调从2004年 林宋佩开始所有的总统大选 我都是支持国民党 每一次都是全国得票率最高 国民党的大阵仗 没有一仗我没有参与的 这个部分都是自主 中招还是硬碰硬 相对书记长就温和的许多 立委洪梦凯和林思敏 原先都有一脚逐 而现在已经协调号 由洪梦凯担任书记长 林思敏退而求其次 当首席副书记长 他也愿意礼浪 让我能够担任国民党团 第一会期的书记长 我们并肩作战一起努力 党团主导议事攻防 掌握话语权 谁领头谁掌权 也让国会议员炒翻天 解放任刘成为特别厂报道